這次《君於二十大》的講話 報導裡面提到 習近平又夠調重槍 夠事重提 對香港要搞一國兩制 講人治港 高度自治 這幾句話本身真是老話 已經講了幾十年了 問題是爲什麽習近平又提呢? 是不是真的想將香港變成一國兩制呢? 真是讓香港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呢? 我是不是很相信的 因爲共產黨將權力看得很重 它現在之所以重提呢 其實很簡單 爲什麽呢? 就是因爲反送中運動和這個《國安法》之後 香港已經淪陷為一個紅色恐怖的城市 所以導致香港很多精英都離開了香港 而且香港在街上的抗議活動的確是沒有了 我覺得呢 習近平和他周邊的那些人會跟他說 那麽 我們搞了這個《國安法》 怎樣怎樣 要香港政府強烈震壓 很有用啊 那些 現在香港現在很平靜啊 已經回復這個穩定 安定的狀態啦 還有很多反共人士都離開了香港了 所以現在香港那些人呢 已經沒有了那些 就是 強大的反共人士了 所以呢 現在呢 習近平就可以大談港人治港了 那他那個港人治港呢 其實很可能就是 好像香港有些人那樣說 要愛國的港人治港 那所謂愛國的港人就是親共的港人啦 那他現在呢 他就沒有這樣提 他就只是直講 說是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那我想呢 原因就是什麽呢 他覺得已經很多那些 就是被他們認為是危險人物 都離開了香港了 很多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呢 現在搞港人治港呢 這些人就不會有份得權的 還有他們改變了這個香港的選舉政策 所以呢 因為可能習近平呢 雖然不是一個經濟專家 但是也看到呢 香港最近這兩三年呢 經濟上 國際形象上 對中國 大陸對中國是非常不利 非常不利 錢少了很多 很多外資開始撤離香港 那爲什麽它會突然間 就是好像變好了一些那樣呢 其實呢 我覺得習近平啊 他在香港做的事情呢 不是完全為了 為了將香港變成這個親共而做的事情 不是的 不是完全是這個 不是他的第一的目的 他的第一的目的是很典型共產黨人的想法 他的頭號敵人其實都不是單單是香港那些反共人 他的頭號敵人呢 他們自己黨內的 黨內的敵手 有些共產黨 逃離共產黨 背叛了共產黨的人 經常講 說共產黨的那些領導 第一把手 他最擔心的就是他的那些反對派 什麼時候會搞個政變 什麼時候會暗殺他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被曾經被暗殺過幾次 習近平也都曾經被暗殺過 所以他們其實最擔心 那哪些人是他的政敵呢 第一政敵 就是江派的人 而香港呢 一路是被江派的人 江澤民 他雖然現在老了 但仍然是 他那個派系在那裡 他的管家就是曾慶紅 曾慶紅那個弟弟曾慶懷 一路長期住在香港的 所以他派去香港的人 絕大多數是江派的人 江澤民當權的時候 就已經在香港部署了 胡錦濤就沒有辦法改變 這件事 所以香港對江派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知道江派的人 包括以前那個周永康 衙等等 林繼華 什麼 什麼 很多 他們很多人在香港都有生意的 香港是他們的一個既是賺錢的地方 也是將他們的財富 通過香港 轉往全世界的地方 所以習近平覺得 江派的人仍然 他上台的時候 2012年他上台 他覺得江派的人很強大 為什麼強大? 因為他們控制了中國大陸的大多數的重要的企業 石油企業 全部是周永康控制的 這個中國的IT 電腦工業 信息工業 是江澤民的兒子 江連行 還有孫兒 蔣控的 很多很多 數不升數 總之他是控制了中國經濟的很重要的一部份 而這些給江派的人控制的那些大型企業 是跟香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沒有香港為他們服務 那些企業就很難搞定了 還有江派的人財富是很難的 為什麼 我有一次講過這個蕭建華在香港被人騎劫 就是因為他是專門為江派的人去花錢的 在香港 通過香港來 將財富轉運到全世界各地的 所謂保險的地方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習近平他對香港的政策裡面 很大一部份是用來對付江派的人 所以他要做到的是什麼呢 將香港那些江派的人盡量踢走 然後將習近平的人放在香港 他可能覺得現在已經對他們來說 從內部政敵的角度來看 他覺得香港現在江派勢力已經被明顯削弱 而我習近平的勢力是增強的 那他現在呢 就可以又講 啊 講人事講了 因為我剛才講過 第一是親共的人多了 反共的人走了 第二呢 江派的人少了 習派的人多了 那當然可以講講 講人事講了 因為這些講人都是我的講人來的嘛 就是我想呢 其實大家呢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香港人呢 絕對不可以再千辛幼慈 江山以改 品性難以 共產黨的品性就是 為了手上的權力 無惡不作 不擇手段 不管他是姓習 姓江 姓胡 共產黨是一直 如果他們按照這種做法 包括你是第一把手 你都會被踢開的 好像趙紫陽那樣 他就講了幾句支持學生抗議的話 他是第一把手 黨的總書記都被踢開的 所以你就明白 其實最強的都是共產黨本身 這個所謂的共產幽靈 他不單單是控制了所有的中國人 他是控制了包括他的黨的總書記 你總書記如果偏離了共產黨的原則 你都會死路一條的 所以我們對共產黨不可以有任何幻想 任何天真幼慈的想法 他們怎麼說都好聽 我們可能要想起老子2500年前說的話 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 就是好聽的甜言物語 不要相信 可以相信的話 經常都是不好聽的 不是那麼美麗的 今天就講到這個了